餐廳員工把隔板安裝上桌 為了降級做準備 另一家連鎖餐飲品牌 也設置好隔板 台中市餐廳27號開放內用 店家急著買隔板 也讓販售壓克力的業者忙翻了 工作人員把壓克力一片片切割好 把四周都修 不會割到手 接著還有把邊緣修整好 店家說過往客戶都是廣告商 現在全變成餐廳和小吃店 訂單也從原先一天50多組增加到上百組 業績成長起碼五成 全部的壓克力幾乎都可能不到三分之一了 不少餐廳苦喊買不到壓克力隔板 每片費用約300元到800元 由於調貨困難加上成本貴 近期價格比以往貴上一到兩成 甚至有北部的壓克力業者 特地到台中調貨 全國降級餐廳因應防疫措施也讓壓克力隔板意外熱銷 記者連家慶王百英台中采訪報導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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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